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快速地完成搜索框的布局。 咱们呢,首先要打开我们的浏览器去Git上面创建一个分支。 在这里,我们创建一个名字叫做City Search的分支。 好了,回到我们的桌面上,我们呢,进入终端。 运行GitPool这个命令,然后切换到City Search这个分支上进行开发。 那么我们可以NPM Run第一位启动一下我们本地的项目。 接着进入到浏览器。 在这里,我们打开Local Host。 好。 这个时候我们本地的项目已经启动起来了,我们点击北京。 上节课我们就做到这儿。 这节课呢,我们仿照城市选择这个页面,把上面的搜索框给做出来。 这块区域主要做的是一个布局。 我们打开代码,进入到Pages里面。 点开City,在Components下面,我们创建一个新的组件, 叫做Search.view。 我可以把Header.view的代码复制一份粘贴过来, 删除掉自己的一些代码,保留一个模板。 这个组件的名字呢,叫做CitySearch。 在这里,我写一个DIV。 class等于Search。 然后呢,里面我们可以写个input标签。 它的Type等于Text。 再来一个placeholder等于,我们看一下placeholder里面显示的内容。 输入城市名或拼音,输入城市名或拼音。 接着继续,给它再添加一个class,等于SearchInput。 好了,组件定义完成之后呢,我们在City.view里面用这个组件, 靠一下Header这块的代码。 我们在这儿写CitySearchFromComponents下面的Search这个组件。 注册一下拒布组件。 在上面,我们就把CitySearch写一下,保存。 好,它会报一个错误。 报的错误是什么呢? Template模板里面,你返回的这样的模板, 它必须由一个外层的标签包裹住。 所以这儿呢,我们要加一个DIV标签,把内容扩在里面。 回到页面上,我们来看。 刷新。 这个时候,你的这个input框已经显示出来了, 只不过没有样式,我们需要做一些样式的修改。 在Search里面,我们这么去写。 1.4尺。 它的height呢,我们给它.72REM。 然后来一个background。 它是$BJColor这样的一个颜色。 然后呢,我可以给它来一个paddy。 上下0左右呢,给它一个.1REM的一个间距。 Search写完,我们到页面上来看。 好,这样一个情况。 然后呢,我们对input框再做一个代码的修设。 Search input这样写。 height.62REM。 lineHeight也给它一个.62REM。 然后呢,我们给它来一个y字百分百。 再来一个text align center border radius.06REM。 大家可以看到啊,有的时候写代码的时候, 我直接就写这个CSS样式了。 从来都没在前面加过厂商前准。 没有关系。 Milkili会自动的在打包代码的过程中, 帮我们补充厂商前准。 所以我们写代码的时候,直接这么写就可以。 保存一下,到页面上来看。 这个时候,和我们要的效果就差不多了。 当然呢,你数文字的时候, 这个字体的颜色会比较深。 我们把字体啊,稍微改一下色。 在这儿,color变成警号666就可以了。 回到页面上,我们数一下内容。 好。 我们多数一些内容啊,来看一下。 当超过这个input框宽度的时候, 这块处理的不够精细, 我们应该左右呢,给它留一点间隙。 怎么留呢? 加一个padding,上下0, 左右给它一个.1REM。 当然如果这么写啊,你需要在上面,再加一个内容,叫做box sizing,给一个border box,保存。 回到页面上,这个时候呢,样式布局基本上就完美了。 我们刷一下eer,没有任何问题,所以这节课呢,主要就给大家讲解了,城市选择页面,数框这块内容的布局。 最后呢,我们把这块的代码提交到线上。 我们把主分支提交到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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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那么这节课内容呢,就这么多,大家加油。